在上個禮拜 其實我個人也有一點沮喪 而為爭取最大支持 柯文哲也端出政策扭肉 不只要提地方 解決醫療資源不足 班機經常不夠 等問題 柯文哲也鎖定低薪高房價等 猛朝執政黨開炮 但是鎖定年輕族群的柯文哲 也被民眾質疑 如果真的選上能不能兌現承諾 因為我的包袱比較少 今天賴清德 不管他 不管他個人怎樣 問題你是新潮流的一分子 新潮流幹這麼多壞事 你要怎麼自身事外 很困難 所以包括國民黨也是一樣 他們就很複雜的政商關係 你是要選一個新的機會 左批欄 右打綠 快人快語的柯文哲 維持一貫柯式作風 為求2024改變成真 華日新聞全人 彭冠林綜合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